各位同学大家好 这里是由北风网和朴城web俱乐部 为大家提供的javascript视频教程 我是竹江老师李延辉 今天我们来看第十章赠泽表达式 上一节课呢 我们已经把第二个要点 创建赠泽表达式已经讲完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要讲一下第三个要点 就是获取控制 那么获取控制呢 我们主要讲的是赠泽表达式里面的 叫做原字符和原符号的东西 这里呢 我们提供了这么多张表 后面有视力 那么打开的时候我们不是很方便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基本上是通过两个PDF同时打开 所以呢 这个我还要打开一个 对吧 然后我们用另外一款 因为你用同一款打开 还是这个 没有用 所以呢 我们用了另外一款这个PDF的这个 阅读软件打开 那么这个打开之后呢 我们是这么办的 我这里呢 是打开控 获取控制的这个表 然后呢 我这个地方呢 我把它拉到哪里呢 我把它拉到这个 这个地方了啊 嗯 我们来看一下 也可以是这么办啊 我们把它拉到 拉到最下面的这边 这个地方开始看 那么两个结合起来 我们看起来就很方便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先读一下啊 获取控制里面是什么东西 赠泽表达式的原字符 是包含特殊含义的字符 他们有一些特殊的功能 可以可以控制匹配模式的方式啊 匹配这个模式的方式 反斜杠后的原字符将会失去其含义 那因为反斜杠后面呢 是放那个模式修饰符的 那我们这边稍微看一下啊 第一个是字符类 是单个字符和数字的用法 那么第二个呢 是空白字符的用法 各种的 那么常用的吗 常的就这两种比较常用 对吧 那么还有就是毛字符 对吧 毛字符有行手行尾 还有其他的一些呃边界啊 然后呢 还有重复字符 有问号 心号 加号 还有这种呃区间 然后呢 还有替代字符 就是选择字符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 用于反向引用的分组 分组字符 然后通过呃 杠一和刀的一 来获取分组里面的内容 那么就是这么多 那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单个字符和数字 当然我们的案例呢 我们全写到这里了 所以我们就这么来看 首先是第一个 他这边写的是一个什么呢 呃 一个Google 然后这边用两个点来表示 然后一个Google 然后看看他是否疲惫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我们把上一节课呢 呃 复制一下 就是demo3 demo3 这两个全部打开 打开之后呢 我把这边呢 改成demo3 在这里Ctrl A去掉 然后呢 Var Pattern等于 Google 本来是Google的 我们先写个最基本的啊 把先最基本的模式 先写起来 Google 好 两个字符是相等的 对吧 模式和字符串 然后呢 我们打印出 Pattern.str 然后呢 我们就写上 不是str 是test 是str 好 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里呢 我将它 把它拉到里面去 可以了 chop 存在的 好 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子的 我不一定啊 我不一定 里面就是oo 我可以是别的 那么呢 有一种 有一种代替的字符 是这样子的啊 大家看啊 点字符 匹配出换行符外的任意字符 其实就是任意字符 换行符不算 好 那么我可以写一个 一个点 对吧 一个点之后呢 嗯 这个地方就去掉 本来是这样子的啊 这样子 我这边加个点 代表你这个地方 可以放除了换行符外的任意字符 那我放一个o 可不可以呢 我们来看一下 刷新一下 哎 也是错 对吧 那么我放一个1 对不对呢 也是对的 我放一个 呃 写个特殊符号 这个符号呢 看看对不对 也是对的 那你必须要放一个 一个点 代表里面这块呢 你必须放一个任意的字符 跟它匹配 任意字符都可以匹配 我不放呢 不放就不匹配了 因为不存在啊 是不能够匹配到的 当然换行符 换行符 这个东西没讲 这就是换行符 我们看看 也不匹配 对吧 那么其他的所有东西都可以匹配 我随便讲一个 感恩号是否匹配呢 匹配 好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我如果加两个点之后呢 两个点啊 点符号 点符号 表示匹配 任意 除了 换 行符 外的 字符啊 这边写 表示匹配 除换行符 外的 任意字符 任意字符 好 如果两个点 叫 就跟他 对应起来 这样子的话 就对了 那么如果你这里呢 只写了一个O呢 因为G 匹配G 这个点呢 匹配这个O 这个点呢 又匹配这个G 这个L呢 又匹配 就错了 对吧 因为 你这个点呢 匹配了这个G 你这个G呢 匹配这个L 就不对了 所以这样是不对的 看到没有 不对的 要一一匹配 那么长度还要一样 那我写两个O 这样就匹配了 刷新一下 对吧 那么 再多写一个O呢 也不行 因为你这两个 匹配了这个O 然后呢 这个G呢 匹配了这个O 那就不对了 所以一定要相同 那么这 这个两个地方呢 随便写 UP 行不行 行的 对吧 那么写 一二 行不行 可以 只要长度一样 都能匹配到 那么这就是点的用法 点的用法 在模式里面用点 表示任意字符 除了换行符外 好 继续 我把这个删掉 把这个呢 还改成OO 这个地方还改成OO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叫做重复匹配 如果你这边呢 有两个 是吧 点 点是两个 但是呢 它还有一种叫做重复匹配 重复匹配呢 我们拉到这边来 叫做重复字符 第一个 我们讲个星号 星号是匹配零个 或者任意多个 说白了 就是零个 一个 或者多个 好 我这边写个点 然后写个星号 好 先这么来 我先写个O 然后写个星号 什么意思 写个O 一个星号 豆号 表示什么呢 零个 一个 或者多个O 那我写 我零个O 可不可以匹配 里面没有O 那么这块呢 就是可以表示零个的 所以写空是对的 错 对的吧 好 那我写一个O 可不可以 我刷新一下 也是对的 因为也符合了 这一个的 一个的这个条件 那我写多个O 可不可以 可以的 因为也可以是多个O 确定 也是错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对了 那我可以写BB吗 不行 因为这个星号呢 是表示前面一个字符 零个 一个或多个 你前面这个字符是O 你这边写B 那肯定就不对了 所以确定一下 就是fails 就是fails 好 这个问题要注意 复制一下 好 那么 这个星号呢 代表零个 一个或多个 那么再来 我这边呢 再写个O 我上面写个叫做 加号 好 加号 刷新一下 也是对的 那为什么加号是对的呢 来看一下 加号在下面 叫做匹配至少一个x 就是前面这个字符 匹配至少一个x 什么意思呢 来看 加号 表示 表示 O加 表示一个 或者多个 不能匹配零个 那么你这边至少一个 我写一个O行不行呢 写一个O和这个O加 是匹配的 匹配 那么我写两个O 匹配吗 匹配 我写三个O 匹配吗 肯定匹配 大写的不行 因为没有加I 对吧 好 匹配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我不写O呢 那就不匹配了 为什么呢 FIRTH 因为你这个O加 是表示一个 或者多个 但不能表示零个 OK 好 下面一个O 问号 问号 问号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在这里 问号 匹配零个 或一个x 那么也就是说 前面这个前导字符 怎么样啊 表示一个 或者零个 那么也就是说 你可以放一个 你不放是对不对 不放也是对的 对吧 不放也是对的 我放一个O 也是对的 但是我放两个O 就错了 对吧 就错了 OK 好了 那么有一种 还有种方式是什么呢 刚才说的 我放一个点 这句话什么意思 点O表示 一个 或者零个的 任意字符 就是说这个点 你不光光能放O 我就放一个O 可以 可不可以 可以的 但是我放一个B 也是可以的 对吧 我不放B 也是可以的 我放两个B 不行了 因为是表示一个 或者零个 first 那么呢 这个点呢 跟上面的加号 和星号结合 也是同样的道理 自己去结合一下 好了 那么最后一个 这块还没用到 因为是分主 先不谈 那么最后一个 叫做区间 匹配最少M 最多N个 反过来也可以 NM都可以 那么我把它写到这里 我是这么写的 这个呢 写O 对吧 后面写个花括号 NM 那我就写2 都号4 那么这边 这边学问还比较大 我先这么写 这个表示匹配O OO 表示写下O 括号 2 都号4 表示匹配O 2到4次 2到4次 包含2和4 包含2和4 那么现在是两个 属于这个区间吗 是属于的 所以它返回的是 如果呢 我把它写4次 OO 4次吧 可以吧 可以 也是属于 但是你超过这个区间 比如说你写了5 已经超过这个区间了 那么呢 就返回first 那么少于这个区间呢 我只写一个 少于这个2呢 那也会返回first 那么这个问题要注意啊 要注意 好 放上去 那么它还有别的写法吗 也有 它可以限定啊 它可以怎么样啊 绝对几次 比如说我绝对三次 就写个3就行了 不要写逗号了 好 O括号 3 表示什么呢 表示 只能限定为 三个 只能限定为三个 所以你 OO 必须是 OOO 三次 前面这个O 只能三次 那才能返回chall 如果不是三次 少于 少于 少于三次 那么就first 那么大于三次呢 变成四次 那么也是三次 也是first 对吧 好 这个过 好 再继续 那么还有一种写法叫 三次 再加个逗号 后面不跟任何东西 那么这个表示什么呢 逗号 表示三 表示为三 或 三个 以上 表示三和三个以上 那么写这个四次 对不对呢 对了 如果写两次 肯定错了 不能少于两次 试一下 不能少于两次 那么我写 无数次呢 反正大于三次 可不可以 可以 没问题 OK 那么 这个呢 就是它的 区间的用法 好 我们继续看 继续看这边 好 重复匹配 我们讲过了 下面 下面讲一下 叫使用字符类匹配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拉到上面去 字符类匹配 还是这一块 那么从第二开始 叫A到Z 0到9 这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来看一下 再把上面 选一个比较好一点的 复制过来 把这边的改成 OO 把这边的改成 OO 好 在这里呢 我就把D 我就把这个G去掉 对吧 G去掉就不匹配了吧 嗯 匹配 因为后面 正好和他匹配了 是吧 后面和他匹配了 好 现在的问题是 前面这个 比如说我写个B 这样就不匹配了 不匹配了 对吧 不一样了 好了 那么现在的问题是 我前面用过中括号 A到Z 这个什么意思 好 中括号 A到Z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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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个小写字母 任意一个 都可以匹配 好 那么我这边写成A 和这边A到Z之间匹配吗 匹配 我这边写 B 匹配吗 匹配 我这边写 X 匹配吗 匹配 好 那么就是A到Z的写法 那么现在呢 我写一个 6 和A到Z匹配吗 肯定不匹配 为什么呢 6不属于A到Z ABCDEFG到XYZ 里面的字母 所以呢 它是Fails 所以A到Z 很简单 那么其实它还是区分大小写 如果你后面不加这个I的话 它会这么 我写个大写的A 到大写的Z 有这种写法 好 我这边写 大写的A到大写的Z 表示26个大写字母 任一个都匹配 我这边写个小写的G 可以吗 Force不可以了 但是我这边后面加个I呢 就可以了 但是我就是不加I 那就不可以 对不对 你这里必须写上大写的G 你才可以 才匹配 好 一个 CtrlX放这里 这边再写 好了 好了 那么现在呢 我有这种写法 它第二个是0到9之间 那么0到9之间 那很简单了 0到9就是数字呀 你随便写一个数字就可以了 比如说4 对吧 一个 去 为什么只能写一个呢 那我写两个呢 44呢 44也是对的 为什么呢 它可以匹配到 如果这块 它匹配到后面这块 因为它没有前导嘛 没有限制 一定要在开头匹配 所以这样子还是匹配到的 除非你在这里写个4 那就不能匹配到了 就Force了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有很多同学 觉得我这边444 为什么还能匹配到呢 为什么这个还能跟他匹配到呢 因为你匹配的是后面这块 GOOE跟他匹配到了 这个4呢 跟他匹配到了 对吧 是这么一个关系 当然 你想让这个444全部匹配到 那怎么匹配 你给它来一个新号 叫做0次 一次或者多次 0到9 0到9新 表示 0次 一次 或者多次 这样子也能匹配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匹配的是 把前面全匹配到了 好 那么现在再来一步 我这个不写 我这个没了 前面必须有个数字的 你这边一个数字都没有 你后面不加这个重复 加加就是一次或多次 加问号是0次或一次 我什么都不加 就代表一次 所以你这边前面不加 一次都没有 那么肯定是fails 所以你前面 至少要有一个数字 写个6 可以吧 可以的 好 那么现在这个问题就结束了 那么刚才的限定 我等会说 刚才的话 大家会有个疑惑 它匹配的时候 它是随机匹配 其实不是随机的 它有限定在这里 就是刚才所说的666 它就会匹配后面了 对吧 如果只有 只有一个6的话 把整个匹配 那么就是要 等会要讲这个 现在不讲 前面还没讲完 那么再来看 它还可以复合式的 复合式 怎么复合式呢 这么看 我里面可以写a到z 大写的a到z 然后0到9都可以匹配 好 这里 这个什么意思 把这个复制一下 匹配一个 表示匹配 大小写a到z a到z 大写的a到z 大写的a到z a到z 0到9都能匹配 我写6能不能匹配 匹配 我写b 我写b能不能匹配 匹配 但是写个b再写个4 能匹配吗 它最后匹配的是这个 注意了这个问题 所以还是确 要注意这个问题 好 那么前面什么都不写 那就不能匹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必须要写一个 那你后面加个新号 可以是零次的 所以这样子又匹配了 对吧 好 新号是零次 好 再放上去 好 我们看下一种写法 就是在这个中国号里面 会加了一个dollar符号 不是 拖字符号 叫counter符号 叫做匹配任意不在括号中的字符级的字符 那什么意思 再来看 嗯 在这里 那我把这里呢 我把它改成什么呢 改成 0到9 这边就必须写个6 就能匹配的 我给他加一个counter符号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 就first 为什么呢 因为counter符号表示 非0到9之间 0到9 表示 非0到9的 任意 任意字符 任意字符 那么我这边写 b可以吧 非0到9 可以 确 好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非 那么可以这么写 a到z 不行 大写的a到z 也不行 那么这样子的话 是不是永远就first呢 除了字母和数字 你当然还可以有自己的写法 比如说下滑线 它不属于这个 那么这样子就能圈了 是吧 这样子我们就能圈了 好 放上去 好 继续往下看 看这边的例子 这个就讲过了 是吧 这边的是 讲的是这个 再来看一下 这个呢 我把这个全部去掉 a到z 然后呢 你这边写个 g 可以匹配吗 可以匹配 然后你写个 gg呢 可以匹配吗 可以匹配 为什么呢 因为要么是这个g被匹配到了 要么是这个g被匹配到了 对吧 如果是加呢 确定 也是错 是两个都被匹配到了 两个都被匹配到了 要注意这个问题 嗯 好 那么下面继续看 嗯 好 这个时候呢 这两个 我放到后面看 那讲到一个 刚才有 有个叫做 毛 毛元字符 匹配 毛元字符 匹配 就是下面这个 行手匹配和行为匹配 刚才有个问题是这样子的 我们在这里 嗯 这个吧 大家可能会有个疑问 就是刚才的疑问 先来 google 对吧 这边是google 保证它匹配 那么会有这个问题 我这个g 我不要 我就写个a到z 是吧 或者是写0到9吧 刚才是0到9 然后这边呢 我就把它改成4 4 是匹配的 但是我改成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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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还是匹配的 虽然我解释过了 它是匹配的什么 它是比匹配的后面这四个 因为这边没有加号 没有问号 没有星号 没有星号 所以呢 它只能表示匹配一个字符 这么多 对吧 那就匹配这么多 但是我想让它从头开始匹配 怎么匹配呢 目前来说是返回的chure 如果从头匹配呢 我就给它加一个 counter符号 注意了 这个counter符号是加在 第一个斜杠 后面的 而不是 中国号 里面的 中国号里面的代表飞 而这个符号呢 是加 是放在这个 中国号外面的 是 呃 这个 反斜杠后面 这个 所以这样子的话就 first 为什么呢 因为 一开始你要匹配4 然后呢 这个O呢 又匹配到这个4呢 O等于这个4吗 不等于 所以你这个时候就只能保持一个 好 只能保持一个 所以0到9 要匹配这个4 对吧 然后O O匹配这个OO GLE匹配这个GLE 所以这个时候他才能正确 好 这个时候他才能正确 那么 你加44 那么就不正确了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个0到9匹配了4 这个O呢 匹配到了这个4 那就错了 那么我给0到9 我来一个加号呢 再来看 就是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加号是一个或者多个 你有多少个 我都能匹配到 所以 这个地方要注意啊 这个地方是错的 然后给一个加号 就不一样了啊 就不一样了 然后再来一个 好 不一样啊 这两个就不一样了 写下 加号 可以匹配一个或者多个 一个或者多个 好了 我们再看看 今天还有哪些 我们要讲一下的 呃 还有就是 三个 先讲这个 这个呃 先讲这个吧 杠W 杠W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往上看 小写的W是匹配字母数字 及下号线 我们还记得之前 我们用的这个吗 大家注意啊 这个 这个 把这个替代掉 这是A到Z A到Z 0到9 对吧 我们还可以加个下号线 就是匹配这些东西 我要写A 可以吧 可以 我要写B 也可以 我要写0 也可以 我要写下号线 也是对的 因为下号线 这里面也包含了 但是呢 写这么长 你觉得很麻烦吗 很麻烦 所以呢 我直接来一个 杠W 就可以了 而且是匹配一个字 那我写A 可以吗 可以的 我写G 可以吗 可以的 我写 我写3 可以吗 3 这个包含在里面吧 3数字 也包含在里面 下号线也可以 对吧 也可以 那么其他字符呢 这个点可以吗 你发现点 点不 点不存在这个 这个杠W里面 对吧 那么 减号可以吗 减号也不存在里面 所以呢 他这边是说的 匹配字母数字 及下滑线 其他没有了 其他没有了 好 杠大写的W呢 是非的 你杠大写的W 好 你这边写A 就不对了 好 把刚才那个 好 那么这个呢 是什么 杠W 表示 A到Z 对吧 大写的A 到大写的Z 然后下滑线 那么呢 他的一个反作用呢 是一个大写的W 大写的W 表示 好 表示这个啊 表示这个上面 我要加一个 中国号 中国号 这边也要加 中国号 中国号 我给他反过来 就是不是这些的 我就是大的 我确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减号呢 不是这个 这几个字符当中的一个 所以呢 是这样子的 嗯 好了 那么最后还有两个 就是一个小写的D 和大写的D 那什么意思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把这个复制一下 我这边来个小写的D 小写的D呢 表示 0到9之间 那么呢 我这边写 写 写任何数字就行了 什么数字 9 可以吧 确 那我写个A呢 就不对了 就是FIRTH FIRTH 那么这个很容易 很容易 那么下面一个呢 我是写一个大写的D 大写的D呢 表示非0到9之间 那么我这边写个A 他就对了 我写个数字的话 比如说我写个E 那他就错了 FIRTH 对吧 FIRTH 好了 那么这节课呢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了 我们就讲到这么多了 那么这边呢 要注意啊 后面加个新号 零次一次或多次 不加的话就代表一次 加号呢 表示一次或多次 问号表示零次或一次 这些都要记住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就讲一下下面的东西 那么最后呢 他这个毛字符呢 还有一个没有讲全 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 就是匹配行手和行尾的问题 比如说Google 这边是Google 然后呢 我在前面加上一个随便加什么东西 可以 我后面呢 加个随便加什么东西 可不可以 可以的 还是错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可以匹配到这边 但是我给他加一个行手 可以吗 他就不正确了 你必须让这个Google呢 在他之前 Google在之前 那么在前面 这样子的话就匹配到了 好 那么后面这个尾巴上呢 你还要给他加一个Dollar符号来结尾 你必须结尾也是Google 那么就又错了 所以呢 我要把后面这一块 也要去掉 那这样子就完完全全的 屏蔽了前导和后导多余的字符 才能正确 才能正确 所以的话 这样子的话就不存在 什么问题呢 这个A到Z 对吧 这边来一个 0到9 那么这边A到Z是对的 那么这个就必须写个5 但是5才能对 但是你就不能写555了 对吧 因为呢 你这块呢 是必须以 以你第一个结尾的 后面几个5呢 就不是他的了 那么这样就错了 就非要死了 你必须只能写一个5 对吧 除非你这个后面来个加号 然后 这个再加555才对 才对啊 所以你不加加号的话 又是又是强制性结尾 那么这边呢 只能写一个数字 只能写一个数字啊 这边呢 就写 强制 手 匹配 这个呢 强制 尾 匹配 好 可以了 那么呢 今天我们就讲这么多 最后 感谢收看本次教程 本课程是由北风网 爱北风.com 朴城web俱乐部 yc60.com 联合提供 本次主导师李延辉 我的邮件 yc60.com gmail.com的博客 hi 百度.com 李延辉 谢谢大家 再见